今天台中的市场一大早就排的长长的人龙 就是为了今年第三波所发放的物条券 台中第三市场出现长长人龙 从大门口一路排到大马路 排超过500公尺 还有明依捷文创市集也是一样 出现排队人潮 有人拿出扇子 戴着帽子遮阳 还有了拿出影子卡位排队 为的都是这张价值200元的物条券 台队民众拿着100元的现金 和市场工作人员换到200元的物条券 每人限定换两张 可以在市场内买菜买烧酒机带回家吃 我跟你说我们要两百 够两百来买就有啦 也是买鱼啊跟水果啊 非常的划算 而且我谢谢盧市长 让我们市民有这个福利 200元物条券把钱变大了 可以买更多市场的商品 养许多买菜的婆婆妈妈 早上七点就来排队 可以购物节可以扫描 还可以参加抽奖 200元物条券使用完后还可以扫QR扣 参加2023年台中购物节的抽奖活动 最大奖还可以抽到房子 每年都参加吗 啊当然啦 那你最多抽到什么奖 我没有抽过咧 那我今年再评看看吗 试试看吧 中鸟机会就要看运气了 可是有登陆有机会 特别买比较多啊 会啦会啦 就是会有换就会来买嘛 市府金发局表示 这次物条券发放是第三波 是加码的发放时间从26号开始到28号 也是今年最后一波 可以使用在公有市场 摊贩集中区还有商圈 限量45万份 兑换人潮很踊跃 让民众用物条券购物时 享有优惠还可以参加抽奖 也成了掌声响起时刻里 另类的生活小缺心 东西新闻 蔡林安城市 我林一轩台中报道